海军的敦目舰队一连17天要来执行国内的环岛航讯任务 就在今明这两天已是到了台中港 并且还未开放让民众近距离参观 三艘新一代的兵力军舰 包括有磐石军舰还有成功军舰以及敌化军舰 让军事迷一饱眼福 步伐一致 变换队形 边走边吹乐器 海军观笑 古号乐队带来精彩表演 不过这些表演都比不过这个重头戏 排队队伍大排长龙绵延好几公尺 民众透早来到台中港 就是为了能够近距离观赏舰体上的火箭炮台 开到国旗 开到国旗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飞弹 我们其实平常一直很好奇的飞弹 然后看到军人里面的控制室 军事迷兴奋不已 更有许多家长专程带小朋友来 海军冬木舰队从9号开始一类17天 执行国内环岛巡航任务 22号 23号停靠在台中港 希望能借由自己的专长 在本次的远训任务中 向外国人介绍我国军坚强的战力 冬木远航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有趣 也具有意义的活动 期许自己未来能够像他们一样 为国家尽自己最大一份心力 奉献专业 海军冬木舰队在台中短暂停留两天之后 接下来回到台南安平 如果军事迷们 这回没能来一保眼福 可别错过安平最终战 记者潘显王东山台中报道